半决赛了 心态上难免有些膨胀 前阵子接了一个外地商务 给我订了一个头登舱 上去之后 空姐提醒我戴好口罩 我说那戴好口罩 他们能认出来谁做头登舱吗 当然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嘛 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口罩上面 写上了梦穿 而且那天刚下飞机 我的行李箱就被一个哥们推错了 关键是我就在看着那个哥们 推我的行李箱 我一直以为是主办方派来给我拎箱子的 其实每年的比赛就跟高考似的 还挺让我怀念那时候的 我们高三的语文老师管得我特别严 他就在校桌旁边给我安了一个座位 如果放到酒桌上 那个位置就叫主陪 我说我那么忙 我哪有空坐这呀 我得罚站呀 我同学说 你是咱班唯一一个 能跟老师平起平坐的人了 为啥这么对我呢 就是因为他是我爸的学生 以前我爸也是这么对他的 负债子环 我跟我爸长得又特别像 所以老师对我是又恨又怕 有次把老师气急了 在那喊 孟老师您给我滚出去 太不错 但真的理解不了老师的严格 还是很粗 就在那个门框上面放了一塑料袋水 想着坑同学 结果我们老师进来了 一推门水掉下来了 同时戴下来的 还有他的假发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乍场 喜剧还是得冒犯权威 老师很生气 说跟着我来办公室 我耗着他的头发就去了 老师说你怎么天天不学习呀 我看着他说 我说我怕努力学习会掉头发 老师说你看着其他人学习 涂飞猛进的 我说反正我不涂 我说反正我不涂了 我说反正我不涂了 我说反正不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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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反正不涂了